卓西乡古风村 卓峰与百端部落 今天联合举行布农族传统摄尔祭 除了部落的族人 各级学校也踊跃参加 从祭枪祭 狩猎祭 以及重头戏摄尔祭仪 氏族终老带领下一代青年进行各项的祭仪 藉由实际的参与 学生们更深刻的体认自己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 族人名枪 卓峰与百端部落联合摄尔祭 一连串祭仪也正式展开 从祭枪祭 上山狩猎祭 到返回后的授骨祭祈福 以及重头戏 由氏族长老家族父子辈 带领指导下一代青年拉公瑟璐尔 藉由一连串繁杂的祭仪 延续狩猎技术 传授狩猎文化竞技 以及山林传统智慧 历年来都是从事教育这种文化的技艺 有幼幼班 幼稚园 国小 国中都有 甚至高中都有 而且他们其他的社区文件站都主动的来跟我们联络 说他要参与我们社区的民俗活动 社尔祭 所以我们终于在交易 传承这个文化 除了部落族人 邻近的国中小学生 以及部落文件站长者也都踊跃参加 学生也借着实际参与各项技艺 深刻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 印象应该是那个吧 吹饿 因为之前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那个兽皮 还有那个兽皮的制作 还有怎么去割兽皮 用兽皮制作衣服 卓西乡 古丰村 卓丰与百端 部落相当重视布农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 社区部落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 藉由各项碎时记忆的办理 让布农族文化适时代代传承下去 记者是玉兰 卓西采访报导